就在這裏 這顆星星就出現了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Sharecrafts & Music 秀卓音樂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會和大家畫這幅很有聖誕氣氛的玻璃球 初初玩乾粉菜的朋友都可以一起試試 為了令這幅畫更簡單 中間這個玻璃球除了放在聖誕樹或小屋之外 今天會和大家一起畫一顆大的星星在裏面 介紹一下我們需要什麼材料 首先我們會用乾粉菜去畫畫 畫紙也不少 我今天用這個尺寸是小一點 可以方便大家放進去順風裏面 當然如果你習慣用正方形15x15cm的話 都沒問題的 你把比例放大 或者背景空白的位置多一點就可以了 除了乾粉菜和畫紙之外 另外還要預備定人拆膠 如果素描拆膠 軟軟軟的素描拆膠有的話 都可以拿出來的 另外有化妝掃 剪刀或剪刀 一些廢紙 這個呢 就是白色gel pen 也是選擇的 有的話就拿出來 沒有的話也不要緊 而這個紙膠帶 就用來貼著畫紙的四邊 都是隨你喜歡的 如果你想畫可以留到一個白邊的話 就貼了它 材料大致是這樣 在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或者追蹤我們的IG 以及Facebook 不會錯過最新的活動消息 或者教學影片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了 首先我們要拿一張廢紙 預備一個圓形的圈圈 我想要做我們的玻璃球 這個尺寸其實就按回你的畫的大小 我這個圈是比較小一點 因為我的畫紙是Postcard那類的尺寸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隨手找一些圓形的東西去幫忙 例如今天這一個圈圈 我用了一卷膠紙去幫我做出來的 例如你有一些膠蓋 也可以 我用一支筆畫深色一點給大家看 剪好之後 你會看到 例如我用剪刀而不是剪刀 這裡會有一個開口 但不要緊 你可以用膠紙 黏一黏 這樣就沒問題了 然後就可以拿我們的畫紙出來 你可以看看你想的玻璃球是在高一點還是低一點 或者會不會想留一些位置去寫紙 或者塗一些bubble 我就大致把它放在中間 固定了一個螢幕之後 我們可以開始剪一些需要用的顏色 例如現在這一幅 玻璃球其實是好像在倒影背後背景的顏色 你可以按你自己喜歡 剪好之後 我們就由最淺的顏色開始了 你看到每次我用不同的手指去畫 又或者你可以拿一塊塑布去清理一下你的手指 再拿其他顏色 記得用塑布拿完顏色之後 要用乾的紙巾去抹乾淨的時候 先把玻璃球抹乾淨 先揭開螢幕看看 大致玻璃球已經上完顏色了 在螢幕旁邊 你看到有很多多餘的粉黏在這裡 是正常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用掃 輕輕掃走它 之後就到背景色了 如果你的粉都用得七七八八的話 又是時候可以削多些粉出來 來到背景顏色 我們先用淺色的顏色開始 中間這裡我特意留白一點 讓它好像有發光的感覺 外圍這些顏色就會深色一點 然後把它削除一下 令它很明顯 現在看到了 我可以加 alguma玻璃球 但是這邊我們先把玻璃球 熟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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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背景色大致就完成了 我覺得做漸變色有一個好玩的地方 就是每一次畫出來可能你的深淺、不同顏色的比例都會有點不一樣 這個就靠大家在畫的時候那一天的感覺是怎樣出來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接下來我們就完成了玻璃球上面這個金屬扣的位置 以及在中間看看你想放什麼在裡面 之前我們試過有畫聖誕樹、有畫過小屋 這幅我們試過在Instagram做直播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錯過我們最新的活動或者直播的話 就記得除了訂閱我的頻道之外 還要追蹤我的IG或是LIKEFACEBOOK PAGE 好,那畫這個金屬的位置 以及中間放的物件 那個星星會畫,都是需要用到那個型版的 金屬的扣應該就相對簡單一點 所以我們先畫了它 如果你想知道怎樣可以很容易做到一個星星的型版 自製出來的話呢 那就記得看下去了 這個金屬扣看看你想要有多大 可以小小一個 隨便在玻璃球的頂頭 一個梯形 下面豐厚的位置是一些鋸齒的形狀就可以了 那這個也是用剪刀去剪出來 好,那至於星星寶呢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有現成的燒字板可以用 但是很多朋友都未必有的 究竟怎樣可以自製到一顆這麼完整的五角星呢 而且還要用一刀就可以剪出來 那今天我們拆開一點點 和大家分享一個小技巧 怎樣可以做到五角星的字幕出來 想剪這些星星的字幕呢 我會建議大家練習的時候 學這個方法先剪一個大一點的 試一下先用大一點的紙去做 那你練熟了這個方法 再做一個小一點的尺寸 這樣會比較容易掌握 好,放在旁邊先 我們需要一張正方形的筷子 普通紙來的就是正方形 那其實這個方法呢 是從一個剪子藝術那裡來的 那很久之前呢 我有一次學一些體驗的工作方 就認識了一些剪子的技巧 那我發現這個方法用來做五角星都不錯 我們一起看一看步驟 首先呢 把這個正方形的紙對摺 這個多了一點出來 我剪回一個 比較靚仔一點的正方形的尺寸 然後呢 再對摺 不過這次呢 不要摺實 我們只要找到一個中間點 我們只要找到這個中間點 這裡不要摺實它 這樣拿個中間點 好,然後呢 就要看看了 我們是摺到 這裡是大份一點 這邊呢 是小份一點 那到底在做什麼呢 等一下我們會有五個等份的三角形 所以你可以的想法就是 這裡是 這張紙現在這個面積 這裡是三分之一 這裡是剪三分之二 那通常你第一次摺 很難一來就拿好比例 所以我會建議呢 摺這一下的時候 輕力一點 對好位置才壓緊它 那大概這裡是三分之一 這裡是三分之二 摺了過來 然後把三分之二這一邊呢 又摺出來 好,然後反轉呢 就把這一張 摺過來這邊 多出來的呢 又壓下來 那如果比例適合的話 全部的三角形 都是一樣的面積呢 這樣我們就拿到五等份了 來多一次 可能有一點複雜的比例 在上面 看看開張紙 對摺吧 變成一個三角形 然後我們再把它對摺 但是這次不要壓緊它 我們純粹想找到 中心碟在哪裏 中心碟在這裡 那我們摺過來 這個位置 現在你看到這個範圍 你大概分到 1 2 3 這裡是三分之一 這邊是三分之二 好 接著呢 就把大這一邊 摺過來 然後反轉 這裡貼住 這個邊 摺下去 剩下這一份 這一份 摺下來 全部對合適 就把它握緊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做到一刀 剪一刀就可以有五角色 剪的時候你可以在尖角剪一點 試一下 因為它剪出來會比你想像更大 就是這一秒 就是這一刀 剪完出來 我們就看看 究竟 我們的星星圖案 出不出來呢 這顆星星就出現了 如果你發現 咦 我想一顆星星 再大一點 你可以把它摺好 剪多一點 所以我就說 從小開始剪 因為 剪小了 你可以慢慢一路 擴大 但是剪多了 就不能補 就要由頭再摺 現在一顆星星大了 再大一點 然後把它摺回來 再剪 如果我們一剪得越斜 條線剪得越斜 的話 星星會越尖 譬如現在我剪斜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角度剪斜一點 開出來的星星 你看那些角是會尖一點 幼細一點 如果我剪的時候 角度是平一點 沒有那麼斜的 角度是平一點 那它呢 就會肥一點 出來的星星 看一看 是什麼樣子 對 那這個呢 我覺得是太胖 因為 好像快要變成五角形 這樣 大致是這個方法 第一次 除了畫畫之外 分享一些 摺紙剪紙的技巧 好啊 如果大家覺得 說得不夠清楚的話 多得包涵 將剛剛那一段 重複地 播一播 接著那個摺法 應該可以做到的 那我想把紙剪出來 因為剛才摺了很多 如果我想它平一點 聽話一點的話 你看我旁邊 這裡貼了一些膠紙 等它好似壓緊 四條邊 我們就容易一點 拿到這個漂亮的紙帽 就是這樣啦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 拿回 我們的畫出來 然後這個星星帽 還有這個 玻璃球的頂頂金屬的位置 都可以剪出來 好 先做了那個金屬球 放在中間 那我們會用啡色的 選擇這個盒粉彩有的啡色 就可以了 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以用 譬如橙色去代替 因為我這個啡色 都挺深 所以我沒有拆乾淨 就直接 上顏色啦 要不然你可以拆白了 那個金屬框 金屬透過範圍 然後才上色 好 好 現在試試試看到星星啦 因為呢 黃色星星呢 就真的 比較淺色 所以我會先 把它擦乾淨 那個星星呢 就會清晰一點 那為什麼今天 會和大家畫這顆星星呢 就是因為 想和大家分享 聖誕節呢 除了是 讓大家開派對 放假之外呢 都是和 星星很有關係的 平安夜 的時候呢 我們就說 因為 一位君王 就在世上誕生 而他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有一顆 好光好光的星星 那這位君王呢 就是 耶穌基督啦 做了一個錯誤示範 剛剛呢 因為不小心 有些 啡色的顏色 在手上 那你會看到 這裡 一抹個那麼淺的 黃色相片 就髒了 但不要緊 特別是初學的朋友 你會發覺 那這份上有個好處呢 就是 加設 有些什麼 髒了啊 歪了啊 我們呢 都可以 大部分時間 都可以 拆掉它 再來 好 我們 再次 這顆 是 那麼光亮的星星 就想跟大家分享 聖誕節 一個 那麼 開心的 訊息 希望 將 基督降生的 這一份 祝福 送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可以拌一點 少少 橙色 讓顏色更豐富一點 好 看看 有多餘的粉 又可以輕輕 掃就它了 好 搞定中間的星星呢 不要忘記了 我們上面這裏需要 有一條繩子 去到釣著這個 玻璃球 好 令到玻璃球 想再有些立體感呢 最後這一步也很重要 我們會用到 水苗拆膠 或者是 硬拆膠 拆開一些反光的位置 出來 那 例如現在 我想說這個位置 比較亮 我就把 左邊 左上 這裡 是一個 反光的位置 我們可以先用一塊 水苗拆膠 拆開一個弧形 讓它好像 反光 這邊 也可以有 少少的 想它反光的位置更明顯 可以用硬拆膠去拆 硬拆膠 和素描拆膠的分別 就是硬拆膠 擦的時候 會擦得乾淨 擦得白一點 而用素描拆膠 可能它只是輕輕 帶走了面頭少少粉 還會留下 底下的 顏色 當然 你 控制 拆膠的 力度 也會有影響 現在看下 玻璃球 是不是再立體了很多呢 那既然 今天我們剪了 那麼多 猩猩的帽子 出來 就不要浪費 拿回 猩猩的帽子 做一下背景 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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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 在這裏就大致完成了 如果你會把這幅畫放在Facebook或Instagram的話 記得可以Tag我們啦 寫回參考了Sharecraft and Music 手作音樂的YouTube影片畫的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Like和Share給你新片的朋友啦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就不會錯過最新的教學影片啦 當然有最新的資訊都會在IG和Facebook上update給大家的 假設你是有白色Japan的話 就可以在畫上先噴電話液 噴完之後再寫字 或者加點白色的星星點點進去 這樣指的筆頭就會耐用一點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一起看下去吧 現在這裡已經噴了電話液 就可以在上面加點裝飾啦 好 那今天這幅作品呢 到這裡就完成啦 希望大家都收到這個聖誕節這麼美好的祝福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